粉丝提问,为什么玩沙漠地图的人变少了? 沙漠图是吃鸡的第二张地图,现在玩的人是所有地图中最少的。 你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?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。 1.沙漠图很大,地形很差。 沙漠地图虽然和海岛地图一样,都是8×8千米大小, 但由于海岛图海域面积很大,导致海岛图实际的陆地面积并不大。 而沙漠地图就不同了,基本一整张地图都是陆地, 再加上沙漠的地形实在是太崎岖了,导致玩家跑毒转移很难受。 而且沙漠图的载具也并不算多,很容易被毒死,玩家体验实在是太差了。 2.远战太多,沙漠图因为地图所限,基本没什么花草树木, 到处都是崎岖不平的地面,导致沙漠地图80%的战斗都是远战。 远战就需要找高背景,而且需要熟练使用狙击枪, 但很多人喜欢用全自动进展钢枪, 这张地图就明显不适合了,所以远战太多也劝退了很多人。 3.新地图新模式太多,在当初地图模式都不多的时候, 沙漠图还是有很多人玩的,毕竟可选择性不多嘛。 可是现在,经典模式都出了7张地图了, 后面出的每张地图都超有特色,而且节奏也更快了, 让人欲罢不能。 再加上娱乐模式,团结模式,绿洲起源等等的加入, 沙漠图自然就没什么人玩了。 小伙伴们,你们最喜欢哪张经典地图呢? 欢迎关注三连哦,我们下期见!